歡迎大家收看HK026.com Hello,Apple 你好 我們做了很多集 今次我們說一下 你平時都會去幫人看風水 風水上你有沒有遇到一些奇怪的事 或者是兇散現場 或者是一些命案 你以為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件 Apple 的確是 有時去看一些風水 我未試過接到兇案現場去看 但我試過看那些案件 在那幢大廈發生過兇案 例如我看過兩個 一個是… 你朋友叫你去… 不是,是嚇你 一個是油麻地 一個是… 我們先說油麻地 油麻地是一對夫婦 他們可能經濟上沒有這個能力 去買一層樓 他們只能夠租住一個單位 租住一個單位 就發覺都是鬧屎 油麻地 某一條旺街 某一條旺街 是舊樓 都是有升降機的 上去 經常說會有一些很古怪的事 但那一段時間 其實前幾段 新聞有個案件 說一個鳳姐被人連環 連環殺 有幾個鳳姐被人殺 是的 其中一個就是那個 他旁邊 不要緊,我們還有另一個案件 那個案件 或者我可以跟你說 那個案件比較短一點 大家可以在這裡分享 那個案件是在沙基灣和西灣河之間 在港島區的 而它是望海的 也看到政府一個法院 在那裡 那個單位 那一棟樓大概是有 十四樓 十四樓 十三四樓 上下高度 我不知道Apple 你有沒有去過一些舊樓 你想不想像到舊樓的間隔是怎樣 唐樓 不是,有升降機 它是怎樣 外面有一排樓梯 你在路面 可能要走幾級樓梯 然後它不是平路進去 它要上幾級樓梯 然後上去 它會立即看到一部升降機 就是你從門口已經看到升降機 另外那一部升降機 升降機 兩部升降機 升降機 旁邊有個角落頭 角落頭的位置 會看到一個保安員 保安員還會坐在一個框框裡面 怕被人打劫 有一個框包著自己 另外那邊是一個樓梯 我那天去看那個就是這個單位 我預先 我通常很準時 我還會提早 因為出去有時看風水就是這樣 我上去 我按升降機 那時應該是上十四樓 我是頂樓來的 我又要上十四樓 約了一個客人 在他家見面 我便直接上去他家 我按了十四樓 那部升降機應該上去 上到二樓 停了 打開門 打開門後沒有人按 我又不以為意 我再按關門 好久了 為何我還在升降機裡面 我再看一看 它是否有一個跳字牌 為何還在二樓 原來沒有上到 我按一下 我便按一下 為何沒有反應 即是壞升降機 它真的靠光管 它也沒有 不是現在的 有匯鎖 玻璃 射進去很多陽光 它是暗的 它是要開光管 那部保安員 通常都是年紀大 的爸爸 正在睡覺 我亦沒有理由吵醒他 旁邊是垃圾房 黑黑的 燈都很暗 再加上它是用磚的 它門口的布置是用瓷磚 長的鋪瓷磚 我按升降機 那些按鈕 那些按鈕 不夠的 沒有辦法 接著按 好了 去到二樓 沒有反應 停在那裡 於是我便想 既然 不要運升降機 我不想遲到 按 沒有反應 你知道我當時 初初出動 當時未有助手 自己一個人 單拖 走上去看風水 然後按 沒有反應 不要理會了 免得我運升降機 下樓下再搭另一部升降機 算了 我按下去樓下 又沒有反應 一直停在二樓 停在二樓 上又不行 下又不行 那不要了 開門了 我自己走樓梯 反正二樓而已 我下去樓梯 我再轉你 開門也不開 直接鎖住了 我慘了 最差最差 就是運升降機 運升降機 我便在想 第一我會遲到 我真的要打電話給客人 告訴你運升降機 如果是這樣運升降機 其實在我們行內 如果你要看風水 遇到這些問題 你都不用去看 是嗎 是甚麼事 其實我們行內 會有這樣的習慣 未必每個師傅是這樣 我發覺不太對路 於是我就在想 等了很久 我便開始按警鐘聲 打算等那個伯伯醒 我按按按按 沒有反應 沒有 一路沒有 我可以拍門 我問有沒有人 沒有人採我 去到這一刻 始終我是有宗教 有宗教背景人士 我不是道士 我又不會唸甚麼心經 於是我就跟我的神說 我就祈禱 誰知道我祈禱後 不知道為甚麼 因為那部升降機 不是打開 直接和我上到14樓 有時有些事真是很奇怪 很奇怪 我本來也打算不看 上到14樓 我打開門 那個客人 就立即站在鐵閘 在外面等著我 他說 師傅 我也在想 不知道你會不會不適路 或者怎樣 打算下來接你 我說其實我到了 不過下面的升降機就停了 於是他就問 是否二樓 我說是 這樣說 你怎麼知道 立即問他 是的 我問他 他問我是否二樓 我說是 這樣說 是否有些很奇怪 我說是 我說甚麼你都遇過 他說是 後期 我看完那個單位 那個單位 因為他不是天台 我還要看天台 因為他說 流材流得很厲害 後來看完這件事 到我回到樓下 找一個康奸 我就問他 才知道 一件事 原來二樓那裏 有個鳳姐 鳳姐 就是兇殺 有位鳳姐被兇殺 其實已經是一段時間了 但當然 也沒有人做任何事情 沒有做任何事情 升降機 整天都是這樣 不會當夜晚一刻 夜晚一刻 或者下午 都是這樣 一到二樓便會停 這件事我都不覺得有甚麼奇怪 我最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我問那位伯伯 我說我剛才按警鐘 那一刻你聽到嗎 他說完全沒有人按過警鐘 所以這些也是 其實你的客人也知道了 那件事 他們周不時 我想最恐怖的是 有時他們晚上一刻 去到那裏 不上不下 又困住了電梯 這件事 有時一個單身女仔 有時晚上一刻 回去就有多少人害怕 但有時很多事情 就解釋不到 應該這樣說 我亦不想說甚麼神神怪怪 始終我們這個 不是盜人迷信 甚麼空間都會有幾天 那你不是說想分享 在油麻地那裏 油麻地那裏 那個音是比較長 所以我想下一次 我們找一集去說 好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有興趣再來HK026.com 下集見 拜拜 拜拜